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哭了 六号的一场雨才下了二十分钟 永康区中华路一百五十四项 却家家户户都淹水 家具全泡汤 我出去一下子回来 都十分钟回来就已经 那个已经淹到这么高了 十分钟就淹这么高 对 立委王定宇替他们找到原因 并引设市议员林彦柱该负全责 几乎把这个区域 唯一最重要的乡寒干道完全的封死 才导致后面这两次的小雨就淹锁 那这个是标准的人祸 立局护局长说 这个这样子的话 绝对要紧急灌江 没有紧急灌江的话 皇子必须要倒 因为当天还一直在下 强调是相关单位当时都在场 灌江是专业决定 政治口水居民或许没那么在乎 他们只希望状况尽快排除 下次下雨别再 毁了家园 三连线问理事宏林月姿台南报道 我现在的雨疯有点如果阮り关门 我现在的雨疑到了 我现在要尽快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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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现在要尽快离